由新竹国小管狱团进行开场 欢迎来自非洲赖索托33位同学的到来 欧弥陀佛关怀协会从2008年开始 就在非洲赖索托进行单亲孩童的生活照顾 以及教育辅导的工作 年终之际赖索托的孩子们来到台湾 进行围棋53天的校祭交流活动 日前也特地来到新竹国小 跟在地的小学生们一起相互交流 12月是一个感恩的季节 今天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交流活动 能够促进孩子的国际观 然后也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表达失比受更有福的观念 所以在12月的圣诞季节 我们募了50多个圣诞鞋和文具 想要送给他们 那另外也安排了这33位学生 进到22个班级去跟我们一同上课 除了上课之外呢 我们也安排了两个不同的活动 比如说定向越野 让他们可以透过定向越野了解新竹国校 那也透过平板的教学 让他们知道科技教育的重要 53天的校技交流将走访全台35所学校 以及企业团体33位赖索兔的学童 将所学才艺以精湛的演出展现在大家眼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教育既然是普遍的核心价值 那我们虽然是关起门来自己办教育 但是也希望我们的运同有国际观 能够了解教室是无所不在的 于是乎每一年年底 各个运区的运同代表 就像孔雀东南飞一样 会飞到台湾这个国家 因为一方面也是和尚爸爸的故乡 也是运同他们第二个家乡 教育是从国小到高中 那我们在2014年 最早一批马拉威的运同 已经来台湾就读大学了 所以这三年来已经有二十几位 在台湾领口先修部 跟云林环球科技大学分别就读 那很感谢所有台湾 乃至全球的助养父母亲 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之外 也跟其他的家庭一样 让孩子有接受教育读书的机会 让他能够高唱我的未来不是梦 新竹国小师生 热烈欢迎33位赖索托的学童 到新竹市参访 双方以精彩丰富的演出 进行交流活动 并到各个班级参与课程内容 透过实际相互交流 让非洲赖索托的学童们 了解到台湾的学习情况 也让台湾的孩子 透过交流拓展视野 开阔新竹万十年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到台湾的学童 我们下期见到台湾的学童